大家好,我是杜南亭 是陆州航空的一名机长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述的题目是 没有你性别,霍运步撤 霍运步那个女的,咱就别要了吧 为什么? 女飞的能力确实差点意思 我认为还是应该给你一个机会 不应有性别的差异对待 要不然,让他再飞一个 顾不长的飞行技术 在咱们务行也算是数一数二了 数一数二? 等姐去了还真不一定 鸟群,左发失效 机长突发极限脑梗,失能 什么? 极限测风下,我的技术足以支撑我完成操作 这不是你们货籍 这是模拟 就凭你这种,你必须从头训练 要在澳洲那待两个月呢 那岂不浪费了公司的资源 任何一个可能的人才 都值得公司为此付出资源 你们还能明白 所有英语都在控制室中的英语 你怎么能学习呢? 怎么能不能学习呢? 怎么能成为弱和柔轻? 真可憐 我们是船长 我们就像真正的专业人 加油!加油!加油! 奥文斗航 这就是咱们陆航需要的飞行员吗? 轻甩,缺乏自慰 你不适合随于扣运飞行的 沉默是最大的热行 我来报警 航班运行不是你可以随意选门的 我不会那么容易就放弃的 我,陈肖 绝对有资格成为飞行员 你说过的每句话都要做到 我不但会做到 还会比你做得更好 游记三六洞四五度跑道 鹿洲八两五两 紧急逼上 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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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将一起快速以进 你可以过二百七十七个人 现在少了一个 飞行安全不能心存狡秀 必须保证万无一失 程骄同志啊 你表现得非常好 前途可及 这份职业 只有心怀责任 才能走得更远 我希望你能够尽快成为一名成熟的机长 向所有人证明 女飞一样可以很出色 她就是陆航最优秀的飞行员之一 我只希望能成为像顾教员那样 专注 执着 始终如一的机长 飞好每趟航班 保障每位乘客的安全和舒适 这才是我认识的山胶 职业从来就没有男女之别 我希望少部分人摒弃成见 更希望大部分人勇敢拍摄 在自己真正热爱的职业上 发挥一份实现自我价值 承香 你的徽章自己带上 他们都是你带 为什么我要自己带